其实关于这个问题 你选雅阁还是选凯美瑞 都是不会错的选择 首先在空间配置上面 他们都是目前主流的一个水准了 不管是周末带上一家老少去郊外游玩 还是说在工作上需要接待重要的宾客 既有面子又有理直的他们 都能把你的生活安排的妥妥当当 其实他们不仅毛病少 而且保值率还高 就以19.98万的雅阁260 Turbo豪华版来算的话 你折算下来用个四五年车换良好的话 到最后大概还能值10到11万元 这算起来就等于是白嫖了 最后这位90后网友 既然你能问这个问题 那显然你还是对本田鲜明的运动特质 非常的敬仰是不是 那这个我就历见你买雅阁V10加持 红头车标一改 妞准无线套件一抓 低趴一条 在这一刻公路是你的 牛北是你的 F1也是你的 当然如果你什么都不改 原厂也是很OK的 它就是隔音的稍微有点 32住的是马东梅家吧 马东什么 马东梅 什么东梅 可能很多人看到这个问题 就会忍不住劝这位网友重散了 本田CRV 丰田Ruffer融方 他们这些不香吗 可注意审题了 各位同学 题主可是有创业需求的 我觉得选豪华品牌 没毛病 而且都是一线的豪华 关于这两款车 我会更加建议选择奥迪的Q2L 宝马他确实很帅 但如果有时候 你作为商务洽谈的话 恐怕会让人觉得你不够正经 宝马也确实是出了名的高兴人 但是他这个宝马X2跟X1都是一样的 UKL前驱平台来打造 这个中低配 直接还给咱们来了个三缸的发动机 悬挂调的硬的不行不行的 运动他没有极致的运动 舒适呢 他也是完全不沾边 所以呢 奥迪Q2L呢 就算是矮个子里拔高了 不仅价格更加清零 而且起码呢 是全系的四缸 别跟我说是高尔夫的变种 四个圈 你要不要 哦 今天最后这个问题啊 可是个灵魂拷问啊 我真不推荐三缸机 因为他的工作原理 注定他天生就有着更大的抖动 当然三缸呢 他也有自身的优点 少了个缸 成本是下来了 而且呢 容易推动涡轮 低扭的表现呢 也更好 油耗也更有优势 但作为消费者啊 优势咱们不易察觉 斗和炒的缺点呢 却感受的明明白白 当然如果你是豪华品牌的话 那买啊 那你还问什么 买就对了 买就是预算有限 但是不想降低生活品质的 社会精英人士 什么 你不是豪华品牌 那 现在是没有四缸车 你选吗 今天的QA呢 咱就做完了 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然后我们还有礼品的香盛 咱就拍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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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就拍下 咱就拍下了 已然 杀 咱就拍下了